说蜀道难难一上青天 那今天呢我就要在这个剑门关 沿着古人的足迹重走这个蜀道 看看到底有多难 剑门关位于四川广源大剑山中段 乃地不当关断乎破开的 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断崖峭壁 风轮四剑 两地对峙如门 故称剑门 是我国著名的天然关爱之一 享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 属门之户的美意 而如今要通过剑门关 依然会有一个非常隆重的通关仪式 英雄请用酒 畅饮过关酒 人生放风走 干得再玩 干 古代将军壮世出关之前都会大口喝酒 高举过头 砸掉酒碗 与你碎碎平安 一切顺利 虽然一个人走在树木村域的蜀道 感受到的是一种惬意休闲 但是想想 故事后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 要从这宽度只有一米 而脚下又是万丈深渊的小径通过 确实比登天还难 终于完成了任务 爬到了这个剑门关 确实也是体会到了古人的不容易 你看这么陡峭 这么险峻的这个鼠道 那这个剑门关呢 有句俗语说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以来到剑门关呢 一定要跟当关的夫来合个影 剑门关不仅地势险要 山路也是蜿蜒齐驱 看来这个鼠道确实处处都是难 而接下来小妖精就要来挑战这条 最难的战道 圆劳道 圆劳道全长440米 离地高差500余米 呈枝子形 沿悬崖凤儿上 路宽处近30厘米 窄处不到15厘米 其显要在李白的鼠道南里 是这样形容的 狂鹤之飞尚不得过 圆劳玉渡 筹攀圆 要通过这条圆劳道 人人都必须系上安全带 戴上安全帽 把自己挂在一条铁链之上 慢慢向上攀爬 这对于恐高的小妖精来说 真的是不小的挑战 这条道真的太恐怖了 这条都在大塞塞了 看来我是不行的 我只能当逃兵了 如果在古代的话 我一定是一个逃兵 好了 我决定我现在不走了 真的是不敢走了 瞧瞧游客们 扣上安全锁 紧抓安全带 贴圆导道 往绝壁衣食而上 胆大的游客 站在悬崖峭壁之上 摆弄姿齿拍照留念 胆小的贴岩壁 小心翼翼前行 走在圆导道上 除了一览中山小 惊险刺激的感觉 还能观赏到 见门关熊 其显秀的特点 更加体会到 蜀道南 南鱼上青天的独特魅力 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 最终小妖精在教练的带领下 还是攀上了这峭壁 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 终于切实体会到 什么叫南鱼上青天了 真的是太难了 你看我有这么多安全措施 然后都还走得紧紧白白了 你想想古人是怎么走的 刚才我听教练说 这一条道是在古代的时候 是一条采药的小道 真的是太佩服古时候的药农了 向他们致敬 元气满满的小妖精 接着又来到了位于建门关山边的 玻璃栈道 这里可也是不少人笑着去 哭着回的地方呢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圆挠道太危险了 太恐怖了 那也可以来这个玻璃栈道试试 可是我觉得 这里的这个惊险程度 绝对不亚于圆挠道 虽然它这个比较宽敞 但是你看看你的脚上 真的是双腿都在发抖了 今天来到这个建门关呢 真的是收获蛮多的 不光欣赏了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而且还了解了很多的历史文化 那其实说到建门关呢 还有一样东西非常的有名 到底是什么呢 闻名天下的建门豆腐 能用鸡做出一百道菜的百鸡宴 更多精彩 竟在十八方川卫大搜索之 建门关之旅 喝一口这个山泉水啊 真的是清爽中有一丝回甜 瞬间呢 就感觉跟这个大自然 融入到了一起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是继续在这个建门关 进行我们的参卫大搜索 为什么一来就要喝这个矿泉水呢 正是因为这里的水资源好 才有了这里非常精明的一道美食 是什么呢 就是建门豆腐了 建门关的矿泉水资源丰富 在建门关景区里 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 这样倾泻而下的瀑布 建阁山泉不仅绿色干净 更重要的是它含有矿物质 眼睛看不出来 但是矿物质这么一点 在蛋白质的变化中起了作用 所以用七十二封山泉 点出来的豆腐 肯定是不一样了 来到建门关 你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不吃建门豆腐 网游天下雄关 千百年来 建门人民创造了很多制作 烹调豆腐的方法 使之逐步形成了 具有显著特色的地方名产 在建门关镇古朴的小街上 至少有一百多家豆腐店 各种招牌令人目不暇接 在这建门关呢 每一家卖豆腐的餐厅 基本上都能做出 几十上百种的豆腐 那我今天呢 点了六个豆腐 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 一看就知道它的名字了 对吧 草船借鉴 那上面这个牙签呢 就代表是鉴 而这个盘子呢 是一个这个船的形状 这道草船借鉴 是一道凉拌的豆腐 因为建门关跟三国文化紧密相连 所以建门关的豆腐 也有不少都以三国中的人物 或故事来命名 这三顶豆腐呢 就是他们的当家菜了 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这三顶豆腐的制作 可一点都不简单 首先把切成块的豆腐 裹上淀粉 一定要裹均匀 且不能把豆腐弄烂 然后把它们下入油锅里去炸制 下的时候要一块一块 轻轻地慢慢地 顺着锅边滑下去 当豆腐炸成金黄以后 便可以把它们捞出来 滤干油 接着在锅里重新下入油 然后将调好的臊子 放入锅里炒制 加入豆瓣 继续翻炒 直到豆腐的香味 完全融入臊子 接着加水焖煮 再加入糖 醋等调料 调出鱼香味 然后再勾芡 加一点葱以后 就可以把汤汁 直接淋在炸好的豆腐上就可以了 内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口感 真的是冲击力非常地大 外面是完全很酥脆的 而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地嫩 就像这个豆花一样 所以吃起来这种口感 特别地好 这个名字呢 叫做曹操用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这个豆腐里面 是有馅儿的 意思就是说呢 曹操这个人啊 真的是心怀鬼胎 就是说这个豆腐 做出来啊 非常的花时间 曹操用忌 首先选用的是老一点的豆腐 切一道口子过油以后 就比较成型了 然后一个个把馅儿加入到豆腐里面 在一个个裹上调好的蛋液 放入油锅里去炸制 等所有的豆腐都炸成金黄色以后 便可以把它们捞出来 滴干油 接着在锅里重新下入油 加上姜葱蒜炒香 再加入一些泡菜和泡椒 放入豆腐一起烧入味 这道曹操用剂就做好了 它外面炸了一层 但是炸的呢 又不是很脆的那种 就让它看起来很有型 然后里面呢 裹的这个馅儿 最后出来的这个豆腐呢 是一个咸鲜味的 但是呢 因为加了一些泡椒 所以又有一点点的 这种酸辣味在里面 吃起来是特别的开胃 这上百道豆腐 一次性要吃完 那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小妖精点的这几道 都算是很有代表性的豆腐菜 而且豆腐小吃也不少 虽然今天这一顿 大多数都是素的 可是口味和口感的多样化 也让小妖精是不亦乐乎呢 我发现啊 好多朋友来这个建门关玩呢 都是直奔景区 其实呢 在这个景区的山脚下 还有一个古朴的小镇 在景区玩累了以后 到这个镇上逛一逛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建门关镇 隶属于四川省广源市建阁县 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 蜀汉时称建阁 这里不像很多古镇 那样明确划分了旅游和住宅的区域 在古镇上能看到不少当地的住户 而镇上除了各种豆腐餐厅之外 各种各样的豆腐做的小吃 各种口味的豆吃 也是让人目不暇接 而除了古风十足的建筑之外 这里也有一些 比较有情调的小店客栈 让人在这古镇上 也能寻到一些现代气息 虽然说建门关的豆腐 大家是都知道 但是来到这个建门关呢 还有一样美食 朋友告诉我 来到这儿一定要吃的 就是他们的土鸡 你看这边的餐厅啊 都以这个豆腐为名 但是呢实际上 他们的土鸡也做得很好 建格土鸡与建门豆腐齐名 成名于建门豆腐前 建格土鸡是建格原产物种 经过建格人民千百年的驯化 在建格49%的森林覆盖环境下 自然繁殖生长的地方原产基种 建格土鸡肉质细腻 咀嚼韧性劲道而坚实 鸡汤清泽味道鲜美 香气浓郁四溢 而这家店的百鸡宴 已然成为了比豆腐 还要受欢迎的菜品 他们家做的百鸡宴啊 那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耗尸嘴 真的是太鲜美了 汤呢也是非常的清爽 一点都不油腻 特别的好喝 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们这儿有百鸡宴 一百多道菜不过呢我一个人 点那么多肯定是太浪费了对不对 所以我只点了一二三四五道菜 全是用鸡做的 那这边呢这个是这个凉拌的土鸡哈 是他们这儿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据说很多游客来吃了之后呢 就临走的时候都一定要打包一份带走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点了一个凉拌的 也是凉拌的不过是干拌的 这个呢是藤椒味的就虽然没有汤汁 但是呢一样的很入味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鲜椒鸡 鲜椒鸡的做法 首先在锅里倒入油 热锅接着下入鸡 把鸡肉扁干再加入蒜继续翻炒 把鸡和蒜都滤干以后 在锅里重新放入油 加入豆瓣 鲜椒一起炒香 再把鸡重新倒入锅里 加入水 不断地翻炒 等香味全部炒出来以后 加入一勺红油 撒入盐 翻炒入味 勾一点芡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鸡呢基本上是被这个 青红辣椒全部覆盖的 口味你也想象得到了 一定是非常的重口 非常的辣 而且呢是这种鲜椒的鲜辣 好了吃完了建阁土鸡 我们传委大搜索的 建门关之旅 也就要告一段落了 这几天我们在建阁 欣赏了这么多 以你的风光 了解了这么多历史 还一路吃到了 这么多地道的美食 小妖精在这里 已经是榴莲忘返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心动呢 要施易 NT 这个要算是